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说过这话 其实公司并不需要钱 但我们还要拿足够多钱 市场不相信了 觉得你一定缺太多钱了 因为市场有很多这种传言说我们资金链锻炼等等 其实我们拿这么多钱最核心的还是希望我有足够多的在共和商的支付能力 我们有很多创业者当他现金率为正的时候就市场好的情况下他就觉得反正我现金率为正 他就不愿意股份被稀释 然后账上钱不够 等到市场一变差的时候 一旦发生比如说共和商挤退的时候 资金链可能一叶之间就会断裂 所以我也看到我们中国 包括传统企业这样有太多这种把资金崩得特别紧的情况 一旦有一天崩不住的时候就崩断了 所以在2011年12年我们账还很多钱 我们又拿了最后的核心 是加拿大教室退休基金那一种吗 对 当时那个账上还有多少钱 现在能说吗 可以说 你看我们上市的时候 上市我们账还有将近小200亿的钱 也就是说我们过几多年拿到22美金的融资 实际上一分都没瞪到 但是为什么要拿这么多钱 因为我们是跟共和商有合作 共和商在京东都有放款 我希望我账上足够多钱 有一天如果所有共和商都不给我放款的话 我会有足够多钱去支付共和商的破款 不愿意因为市场封锁了 万一所有共和商都不给我扎账了 也就是不过我们账气了 我们账上钱不注意的话 那会引起共和商的恐慌 然后那就是多明诺骨牌 一倒了之后 企业瞬间一夜之间可能就会倒闭的 所以我觉得得作为一个创业者 作为公司来讲 就这样有足够多钱能够让我 唯一能让我安心 团队不出问题再有足够多钱 至少你还有很多机会 所以这就是2011年12年发生的事情 之后我们是2012年确确实实是考虑过 考虑过要不要去上市 那2012年为什么说决定要上一下呢 2012年我们刚才我说了 最主要就是说市场太多的这种rumors 就太多关于京东这种流言 每年就是会有一波 甚至有一年来两波 就是京东资金链锻炼了 还有人打赌 什么如果十月份京东资金链不断 什么鬼街小龙虾随便吃 啤酒随便喝 在北方打赌的 而且还都是有一样力的 可不是说一般的这种网友 对 这种情况是给我们共和商群体 所以就经常每年为引起这种 让共和商一年比一年紧张 共和商其实他不理解的 他并很多共和商 不知道你的全貌 对 而且很多共和商他出于传统行业 他不是互联网 他不知道互联网 他就是这样的 有很多的这种留言 各种就很正常 但是传统企业老板 他一看 他比较容易相信 这些老是睡不着觉 所以我觉得让我们这么多共和商 睡不着觉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2012年上市 核心的是希望共和商能睡得着觉 因为那时候 就是说每年 你还记得那时候 每年有一次 就是京东 资历 断裂等等 我还是为了一个共和商的安全 希望我们的共和商 合同伙伴也能睡得着觉 虽然我在微博上我也公开说 我说我们有足够的现金 我们不缺钱等等 但是每次说 人也不信 对 不信 都会觉得你一定更缺钱 你才为什么说 你不缺钱你就不出来说话了 知道吧 所以你不说吧 人家说你看真的 你不吱声了知道吧 你说吧 人家说你看你真缺钱 所以你又出来说了 就说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 还是上市吧 上市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把我财务透明出来 公开出去了 告诉市场 我虽然有亏损 但我们现金流一直为正 另外我们账上有大量的钱 我们的钱足以支付给任何所有共和商的钱 也就是我把所有钱 把所有共和商账款支付了之后 这家公司依然被倒闭 说法还是让我们共和商睡着觉 因为之前一旦市场有一点点蜂蜂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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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我们凳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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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说了我们觉得还是上市 上市后你把财务公开透明了 每个季度公开你的财务数字 这样工程商每季度看你的数字 他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还款能力 那么人家给我们这个账期 就是说他心里更有底 当然后来我们也确实是在开了一次内部的会议 开到最后我们觉得是实际还是不够成熟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团队就没有准备好 把我们内部的财务的 按照美国的404的要求 我们觉得跟他还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之后我们就内部启动了一轮财务的提升项目 也请了Essinger Oracle这些公司进来 帮我们把整个财务系统建立起来 所以到了2014年 今天我们觉得内部 就是不管团队也好 财务系统也好 各方面 我们觉得到了一个比较ready的情况下 所以在2014年就启动上市了 2013年基本上算是比较平稳的一年 因为2013年我们定的基调也就是修养升息 所以在那一年我也出国去上了八个的课 为什么要是修养升息呢 因为我觉得2013年正好是京东就成立第十个年头 过去的九年都连续狂奔了九年 到了第十年的时候 我还希望这家公司把足央的精力不是放在中速 前九年到时候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增长 但到第十年的时候 我希望那是内部的运营质量 内部的运营管理就能提升 这种中速不是在第一位的那是唯一的一年 有没有意识到不修养升息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不修养升息呢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团队大家意识 因为高总长的企业 你看我们过去中国很多民企 高总长老板也会头脑发热 员工头脑也会发热 每个人都觉得像神一样 都觉得我们无所不动 你看我们好像眼睛瞎都可以高速总长 其实你公司可能有很多种小漏洞 这些漏洞展示不足以让你公司出现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不加以重视 不及时把它消除掉的话 时间已久了说 这个窟窿漏洞遇了一大 有天你可能这个大厦 都可能被倾倒的风险 你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系统 你觉得这个漏洞开始出现了 或者说你自己就闻出来的 在2012年的时候 我最明显感觉的时候 那部员工报应 最多就是内部沟通协调 出现的严重问题 很多员工几乎都在抱怨说 我们这个后向沟通 这个后向的人协作太难了 跨部分人协作太难了 每个人都这么抱怨 所以在2013年 我们做了三个重要的树立 一个就是把人团队成为树立一遍 第一次就是做了一个全员的 当时我们大概有4万2千名员工 我们把4万2千名员工 发了七八个时间 做了一个全员360度的考核 从这部团队到每个VP 上级的平级的下属的 而且我们有价值观的能力的 还有过往的所有的业绩的一个考核 把我们后来最后在这个整间一趟的 管理人员 就中高层的管理人员 还做了一次圆桌会议 也就是说把你的所有的上级 比如说所有的VP 几十人做在一块 得其中一个证件 每个证件会发一个考试 每个人气质八十时候 我看到他说了什么 看到他做了什么 就他反映出来价值观是吗 他反映到底有没有这种协作能力 在各方面 我们有个表格 大家可以畅作一眼 你去说 最后我们淘汰了一批管理员 第二 就是我们再把整个组织架构 做出了一层调整 之前就完全扁平化的 就金融业务跟电商业务 全部混在块 所有人都直接想汇报 想汇报的人一度达到了 就是三四十个人 对 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去年 把京东 上面就做一个集团公司 比如说管 有人事 有财务 战略 这些部门 然后底下四个子公司 就非常非常清晰 京东上 就是老的京东的业务 然后金融 我们成立了一个金融集团 就专门来做金融业务 独立的CEO 独立的财务 独立的行政 每公司都有自己的行政 人生财务 完全一个 就是一个绝对独立的公司 这些都发生在2013年的事情 对独立的公司的进行运作 后来我们又成立了一家专注硬件的公司 有金融公司 对 有硬件公司 对 有关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那个C2C的平台 对 有B2C平台 对 有B2C平台 四个大平台 对 等于四家公司 做了组织架构的再造和内部管理系统这样的一个梳理 对 去年又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把内部的所有的数捐系统做的是承证 就是说 数捐系统 比如我们人事件 过去也有人事件ABC原则 但是因为组织构越来越大了之后 好几年 这个规则没有改 没有改的时候 导致我们一度最多的时候 一笔支出 比如说是一个建筑 建一库房 可能需要几个亿支出 像几个亿支出 有时候最多达到七个人八个人签字 这其实跟我的理念一直不相符 我一直强调 我们每个笔支出 最多不能超过三个人 最多三个人签字 就应该可以支出才是对的 才是合理的 在前年我们发现 其实已经有七八个人签字了 财务支出都变得缓慢 我们有时候聘一个总监 有时候有六七个人 五六个人 要去做面试 要去签字 确认等等 所以我们把人事权和财务权 然后还有跨部门协作权 一般来说跨部门协作不太好解决 你是怎么解决的 一个叫虚拟小组 这也比较正大的 你比如我们OTO项目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虚拟小组欧洲签字号公司的仓储 配送部门 客户部门 相当于项目运 对 这些就是我们临时把所有这个部门的员工 就临时集中在一块办公 当然这个项目结束之后 一旦上线运用稳定之后 每个人在各自还回到部门 结果你的人事还是各自部门的 还是向自己的老板回报 当然 虚线是向这个项目小组 回报 特别的项目程序期间 第一回报人是项目小组 这样就算是就不太经用跨部门协作了 直接他们在一块工作 就只为了一个目标 把这些做成了 一般来说虚拟的项目小组的话 和日常工作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冲突 这个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一旦说把你定为这个虚拟性能小组 咱们接你就全职了 你所有工作只做这一个项目 原来工作交给别人 因为原来最主要呢 因为京东它是高中长的公司 其实每个同事都非常非常忙 所以当跨部门协作的时候 最主要它并不是说咱们现在没有事干 而是忙得要死 根本就没有顾及别的部门的需求 就我的本身工作已经很忙的时候 你再说你帮我去协作 它肯定不是第一个要素 所以导致跨部门协作困难 加强了跨部门协作的考核 过去我们只关注大家的业绩 就是你的销售额增长多少 你利润怎么样 是吧 你的库存转的速度怎么样 然后行政说你采购额多少等等等等 然后人事等等 都是常规的考核 唯独缺乏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就是跨部门协作这项目就没有 也说你不跟别的部门合作 跟你的个人业绩不出任何影响 你的升职加薪 对这家公司的评价 都没有基于跨部门协作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去年增加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 而这考核往往可能比他本身业绩还重要 全程很高的一个 跨部门协作特别对于管理人员 中高级管理人员 其实基层员跨部门协作反而比较简单 难就难得是真高级管理人员跨部门协作 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 就是我把这一亩三分地 正好的时候 你让我来做了之后 滥用我的时间了 我就不愿意 但现在他们就说 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人 如果你一亩三分地正好 你假如公民现在出了问题 比如说被别的部门投诉 或者每年 我们每半年会得 中高级管理人员做三百个考核 年年都有严重回忆 那么大家坐在一块就说 我有这么多事情请求你这部门 从来不怀疑 或者缓慢等等 或者态度等等 各方面 大家都可以说了 这样就给管理人员无垠中形成压力 那么在日常工作中 大家在有需求请求的时候 他就想我必须对于去努力的去满足 别的部门中的需求 而不是在说推诿 结束之后再返回去 对 结果再回去 结果当然往往回去的 比如说这个O2项目 我是配送的 那么我还是协调配送人员 也是回到原来部门中 还是为O2项目负责 只是他日常工作地点在他本部门了 那因为他比较成熟了 项目运动比较成熟了 你只要调动你配送的资源就可以了 而并不需要说整个七八个部门 在一块去建系统建流程 像刚开始那样 就是说现在回过来看的话 如果没有2013年的休养生息 我觉得为上市的准备是不够的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如果没有经过这一年 就是说内部的这种大量的 这种细致的工作能梳理的话 我想我们上了的时候肯定能上 但是会显得非常匆忙 我觉得对这家公司 包括对公开市场股东 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2011年采访很长的一个传记的时候 中间你其实很肯定的 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明后年不会上市 然后过两年之后 然后再上市 对吧 对 那个时候你非常的肯定 对 所以在这样一个市场谣言下 其实也还是有些动摇 可以这样讲吗 当然了 其实我们并没有正式其中上市进程 只是内部讨论下的 只是内部开来费 请了一些投行 对 把我们的律师 把我们审计师投行 开了一次费之后 很快就出去了 说京东要准备 上市 因为投行之间也会有竞争 他们放出消息 就是也各自每个人都会有些目的 利益在里面 所以我们只是开了一次费 开了一次费 当然我们觉得还是不够 这家公司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那当时投行的建议是上还是不上 投行建议都上 所有投行都会建议上 所以不能听他们的 最后还是我们自己管理团队我们开会 大家都觉得 还是没有做100%的把握 就是能不能上的那个标准 投行看你的 你没有问他们 投行上就看我们财务 我们审计报告每年都有 审计都能过关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财务数字的话也没有问题 上也可以的 增长速度非常好 等等 但我们不是从财务方面 同样只要说你财务能出来审计报告了 三天审计报告能出来 因为很多 你知道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的话 他要审计报告都出来的 我们从07年开始就找普安营导审计 其实那都是7年前了 对 我们都是用自我审计 对 那时候我们不需要 根本不可能上市 但我们用的都是普安营导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其他 因为普安营导的行业 大家应该公认的可以说 最严格的一个家公司了 对 所以我们从很小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财务管理 我们就很严格 所以得有审计报告 对我们的根本就不是问题 每年都有审计报告 对 所以投行一看 你都做的这么好了 可以上了 每个投行都希望你早点上 企业家在面对投行的时候 真的是脑子要特别的冷静 这个企业是不是成熟 那投行是哪个标准 你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标准 你为什么觉得不成熟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 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 每个季度 审议报告 大概是要五十天到六十天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不够好的 我要是必须在四五天之内 而未来我们希望在三十天之内 现在京东正在逐步提升 这不要小看 你看说审议报告出的愉快 其实证明你内部的这种财务的管控 财务的流程愈清晰 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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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概需要五十天到六十天的时间 那个时候怎么样 不上市怎么对付这些谣言 这个我觉得还是说服了 到2012年我们开过一次会 但是很快我们第二天就决定了 觉得这个还是不够成熟 第二天其实我们就否了 但消息很快就出去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2012年2013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跟财务商作为一个就是渠道上游化 就过去来讲 就是我们跟厂商商当中隔了一个叫资金托盘商 你比如说惠普 他不可以对你收信的 不放账给你的 惠普公司他不会有用选账款 他当中会找了一个分享商给我们 分享商是咱们国内的公司 这分享商的价值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资金来托盘的 赚的就是相当于一个比银行利息高一点 正不值得 价格都是我们跟惠普直接谈好 但是惠普指定经销商给我们 这样经销商给我们防账 惠普给他不防账 所以接下来经销商在外面 通过接待的防账 第一的就是用利息借过来 稍微加一点高的利息给惠普 惠普来买单 也就是惠普宁愿以比较高的利息去买单 他也不愿意去给他的客户收信 但是当中经销商的所有的风险都在经销商这儿 所以我们2012年我们启动了一个渠道商业 我们就希望我们不要跟客户商合作了 即使展示我们不要账期都可以 直接跟供货商合 对 我们要去跟品牌商直接合作 所以在那时候 把我联想 把我很多供货商 我们一夜之间其实都不要账期了 变成限界了 以前可能还有30天账期 20天账期 我们跟你合作说 你看我现在可以先给你钱 没问题 我先把钱打你账上 你再给我货 再这样一来 反正让供货商放心了 他说你还真有钱 因为你要没有钱的话 没有钱的公司都会说 你过去过30天账期 现在我希望你过50天账期 是吧 想你一切办法 甚至是不惜抬高你的进货价格 你也愿意要账期 因为你账上现金紧缺的时候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而我们反其道是行之 我们就把当中这种托判商去掉 我只跟你合作 你把计划价格国家低点 把给他的那利润给我 当然我可以给你先钱 我们不要当当中的资金托判商了 所以你看我们2012年 我们大概现金的天数 大概只有30天 32天好像 2013年只有39天 我们的行业内 就是我们应付账款周期是最短的 一般来讲中国的流行商 占的账款 都是在120天以上的 而我们只是39天 所以我们要的账期 在整个中国的所有流行上 你可以查看 所有的人上市的 包括国民的孙女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账上只有他们三分之一的时间 但这样是给了我们国家 巨大的信心 国家说 能30天就给我钱了 那没有150天再给我钱 他觉得你肯定有钱 你如果没钱 你也不会这么做 所以通过这些东西 跟国家直接的沟通交流 就是 留言慢慢就没了 对 也就没有了 所以2013年也没有人再说这事了 最后一次说就2012年10月份 2013年就没人再说了 那以前这些留言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委屈愤怒吗 也没有 因为老实说 中国的辅联网行业 它还是处于那种 在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之中 边缘地带 就是吧 有的时候是 下一步出来是很文明的 是吧 退回一步就很野蛮 所以在这行业时间久了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被力量出来 所以你也不怕 我大本都没有回应 我唯一回应的一次好像在2011年 我记得当时回应的 应该是当当的李国庆 对 回应的一次 我说如果账上 大概一次我说如果账上 没有什么钱 我可以就像那打个赌一样 我们上市的时候 我说我们终究一天 为公开我们草原报报 公开的你知道 今天账上有很多钱 我们在今天上市的时候 我们把过去三年的财报 都公开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三年的账上 一直是一百多余些人在账上 可就在中国电商 除了阿里之外 京东潜意已经最多了